全球现场来关注美国通膨的问题 现在效应扩大 有许多行业开始酝酿以罢工争取自身的权益 代表好莱坞巨组员工的工会就决定了 可能从下周一18号开始要进行罢工 不过白宫在今天类型的记者会中 不愿意针对罢工发表评论 美国电视和电影幕后工作人员工会 已经提出了最后的通牒 是要无法在合资方针对薪资等条件签署新合约 就将要发动罢工 罢工一旦成真 将会是工会成立128年来 第一次全美国的大罢工 预料将会好莱坞制片厂产生冲击 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隐居周边的产业发展 接下来来看到是日本 日本的爱源县的有一所小学 最近举办了运动会时 操场突然刮起了一阵龙卷风 我看到真的是蛮大的 引起了现场失声的恐慌 这直径大约有一公尺的龙卷风 扬起了一阵的沙尘 甚至还吹翻了现场架好的帐篷 事真跟家长紧急地在旁边 也赶快地避难 因为当时正在举行运动会 所以突然刮起这样的怪风 也直扑现场 所以造成了一阵的骚动 还好只是有一场虚惊 并没有人受伤 而日本经济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还有物价的飙涨 民众现在已经是叫苦连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之后 计划要推动新资本主义的计划 也推动台积电前往雄本设厂 但是他的计划引发了 这个在野党的批判 日本民众也不抱持期待 而岸田决定要解散国会 在10月底举行大选 一旦是民意不支持的话 有可能他会成为日本史上 任期最短的首长 咖啡箱不比而来 这家日本小咖啡馆位于东京港区 78岁的老板以鲜熟技巧 红西湖煮出一杯杯咖啡 但是森老先生感叹 他经营咖啡厅 50年来第一次面对成本飙涨的压力 一杯400日元的咖啡 几乎无力可涂 但却无法因应涨价 而一家日本全国连锁的牛洞专卖店 则是将牛洞价格从320日元涨到380 通膨让日本民众超有感 坦诚逛街也不敢掏钱购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后 表示会推动日本经济成长 减少贫富差距 与分配良性循环的新资本主义 接受媒体采访时 岸指安倍经济学无用 因为一般庶民对经济前景根本无感 岸田10月14宣布解散国会 并且在10月底举行众院大选 由于最近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度紧紧过半 远不如前两任首相 让他有可能因为大选失利 成为日本史上最短任期首相 而他在经济政策上 希望凭借半导体产业 确保供应链技术无余 除了经济政策 岸田文雄也对外交走向 小心翼翼 根据日媒报道 新首相为了避免激怒大陆 靖国神社将于17到18日 举行秋季祭典 但岸田文雄身边人士透露 他应该不打算在祭典期间 参拜靖国神社 这里来晚宇送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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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